歡迎收看健康新知 你給我30分鐘 我給您健康醫生 今天我們邀請到一個很特別的來賓 在SARS的時期 他是抗煞英雄 專業的公衛背景 犀利的領導風格 他是一屆政壇的一個頭號救火隊 在65歲的時候 他生了一場病 讓他徹底變身 任性的夢想執行家 他登百月 高空跳傘 獨木舟 期許他自己能夠一路的玩到掛 這樣子一個很特別的來賓是誰呢 他是慈濟大學公衛教授 葉金川教授 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葉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看這個開場白 我自己在寫的時候 我都覺得 哇這個人物太厲害了 太不簡單了 雖然在電視機前面 常常看到你的出現 但是今天跟你面對面這樣子 然後跟你這樣子談話 我覺得葉教授本身是一個非常有親和力的人 而且很清楚的知道自己要什麼 想什麼 能夠去執行力 是很棒的一個人 那我們知道說其實現在台灣也進入了一個高齡化的社會 其實整個日本亞洲去韓國我覺得應該都是漸漸的全世界都已經是高齡化 那在這個高齡化的一個社會當中 這各國我們以台灣自己來看 老人的人口比例怎麼占 老人現在是14.8 就是說等每六個七個有一個老人 但是很快到2025 你現在只有七年就變成五比一 五個裡面有一個 一個老人 然後到2060 那時候是每五個有兩個 哇 是 所以這個真的很可怕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老人的定義要改變了 不然那麼多老人怎麼辦 真的 以前我們是說65歲退休 其實現在我們說人生70才開始 其實都不算老人了 對不對 其實只能中壯年 那日本現在 我們現在是落後日本15年 就是我們現在 日本的現在就是15年後的我們 是 但是到2060 我們就跟韓國一樣就趕上日本 我們就三個國家 那兇那帝 是 比歐洲的所有國家都老 就全世界最老的三個國家 哇 真的 所以我們要從現在開始雪恥 對不對 不要讓老化這麼快速的來臨到 那我們知道說其實 這個人口比例老化的現象 會帶來這個國家很大的一個問題 對不對 他現在就是剛剛講嘛 就14% 20% 然後一直到40% 對 沒有幾年 這個一直到2060 你現在才40年 是 所以我的孫子說 我怕我孫子要面對 那個60% 好多好多的老人 是 不過我們要看一下就是 我們不能造成這樣的現象 就是兩個父母養一個小孩 然後養四個老人 對 老人不能一直讓別人養 要自己養 這個是我現在一直在對外講 否則的話台灣會 會 淪陷 那做得到做不到其實是做得到的 因為65歲我現在就70歲 對 那我的朋友裡面 70歲還有工作能力 然後還在工作的也蠻多 是 就是要慢慢 整個台灣是不多啦 但是這個 比例要慢慢壓高 真的真的 那那個工作不是去做苦工作 是 就是我現在工作 但是我只有我做全民健保的時候 那個分量的20%而已 就很輕鬆的工作 沒錯 我照樣可以安排假日 我可以有暑假有寒假 然後可以去度假 但是我還在工作 沒錯 所以怎麼樣對年輕的扎根 這種新的觀念 然後怎麼樣 前幾天才看到新聞 說台北市 就以台灣來講 最長壽的 台北市的年齡已經到了83.8歲 最長壽的是馬祖 馬祖啊 大家都 都忘了這個離島的地區了 他87歲 台北84歲 是 然後高雄才79歲 哇 這怎麼差這麼多 所以跟都市化沒有什麼關係 對 也跟醫療沒有關係 高雄好多醫學中心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是造成它 你看一下 健康靠自己 這個書上寫的 對 馬祖沒有醫院 只有一家馬祖醫院 一個醫院 那所以他有寫 就是說他們為什麼會常受生活型態 還有一晚保健跟疾病的篩檢 對 那醫療跟健保 我們這幾張把看完 他只能讓你生病了 那是死不了 他沒有辦法讓你生病了 回到健康 你看喔 看這個 台灣 台灣 台灣這些都有一流的喔 你看喔 這個叫 開乳的手術啊 做葉克膜啊 做洗腎啊 做這個 支架啦 這些都一流 那又怎麼樣 因為他都是在 你看喔 他都是在疾病的末端 他接近死亡或是殘疾的事 那一部分 把你擋住 對 擋住你會不會回到最健康 不會 所以可能要握床終身 對不對 有可能啊 要做輪椅 葉克膜好厲害喔 所以我們的科文哲 對 但是你知道上葉克膜的人 其實有七成還是死掉 有三成不死 對 不死並不表示他就回到 可以回得健康 就回到火噴噴 跟你講話 不會有些還是 就靠呼吸器 靠呼吸器這樣拖 那多少比例我們知道 我只知道說可以救回三成 但是救回三成 並不是救到變成健康 所以健康其實 我們就把它講完好了 就是健康是要靠自己 像這個就是比較簡單這樣看 就是菸是佔百分之十八 百分之十八 對 然後飲食沒有運動 米干西干6%這些 那台大也是這樣算 這些把它加在一起就佔六成了 你可以去預防它的 所以他們就整理成這一張 你要健康 其實你自己剛剛講的那六項 六幾項 六成的預防 能夠預防就已經佔四成了 對 那當然預防了半天 你還是會有漏網之餘 那時候就要靠健保 了解 幫你補足 你知道它這個佔多少 佔兩成而已 所以健保只佔了 健康的兩成 那有些還是沒有辦法預防的 像這個環境 就物理的 或是像PM2.5 那個政府就應該要 開始來做對不對 空屋的 那不是我一個人能夠做 不是醫療能夠做的 對 那些也佔兩成 那包括食品添加物 化學品 黑心食品 對 那這個要靠大家 靠政府 那最後當然是 最不能選的 遺傳 基因 基因就佔兩成 沒錯 不過既然你可以控制四成 那醫生可以幫你兩成 那你為什麼 那四成不去控制好了 了解 也不是很難的東西 把剛剛那個東西再看一次 你說抽菸戒菸 對 飲食控制好 那三高還有肥胖 運動這些 這些都做得到的 他就可以救你自己 不要讓醫生來救你 真的 像孫悅叔叔就是很經典的 他抽菸很久 他到五十幾歲 就是真的 對 生病了 那嚴道就叫他不要抽了 是 但是他戒菸戒了三十年以後 到八十歲 他還是 還是那個 早期的影響 還是沒有辦法 對 COPD COPD還是沒有辦法 真的是這樣 那 台安院有一個 以前那個New Star 對 New Star 他其實都在教這個 飲食上面的節制 飲食還有生活 生活形態 這個是很重要的 大部分人都忘掉說 生活形態才是最重要的健康 沒錯 所以百分之四十握在自己的手中 真的要怎麼樣健康 預防促進身體的健康 就是要從自身做起 那我們知道說 在促進預防上面 公衛其實你自己本身就是學公衛的 這個部分 其實它有很大的一個方向跟著重點 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健康長壽 現在的人都希望老的時候是真的像這樣 身體健康 即便有疾病 我們也去正視它 解決它 其實就可以恢復你原來的 所以雖然疾病有在你身上面臨到 但是你那時候的心態 當你離癌的時候 你的心態 跟你馬上去執行去面對它 那個時間上面你怎麼樣去轉換 其實目標應該不是不生病 生病一定會有 你剛剛講就是有些是沒有辦法預防 但是不要變成倒下去 如果死亡 一了百了其實我覺得還好 最怕就變成失能失智 那這些也可以預防的 這個失能跟失智都可以預防 我們來講一下失能好不好 因為失能這個其實是蠻重要的 對 就是台灣沒有這樣長期在追蹤 失能的原因 對 那跟日本很像 所以我們看一下日本 我們台灣跟它的原因很像 第一個現在失智已經變成第一位 對 然後第二位是中風 沒錯 那第三位是年老衰弱 就是即使跟肌少症 然後骨質疏鬆 跌倒這個都有關係 很有大 很關係對不對 然後再下來關節 就是跌倒嘛 你就關關節就壞掉 都斷掉了 然後都不運動 你那個膝關節 對 對 大部分人說是運動太多 膝關節壞掉 不是 是沒動才壞掉的 是 你如果不信 你想想看那個50圈怎麼來的 50圈就是因為沒運動才有50圈嘛 對 所以是你一直活動 它能夠讓它潤滑 讓它那個肌腱 受到保護你的關節嘛 對 那潤滑液也夠 肌肉夠強保護你的關節 沒錯 這不是只有手關節 還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膝關節 膝關節就是要肌肉保護 然後那個韌帶夠強來保護它 是 那這些其實是經常的運動 持續的運動 不是過度的傷害 了解 不要做到運動傷害的運動 沒錯 所以其實這些 再來就是跌倒骨疹 跌倒 那個也跟骨鬆沒有運動有關 骨鬆還有肌肉沒有力量 對 肌腫症的問題 還是沒有運動或是肥胖 那你看看這些 連失智症 我們也都認為說能夠預防 是預防 世界衛生組織最近才發佈的 預防失智症的手冊 那當然就是運動 動腦還有社群 對 不過最重要還是回到 他們還是認為運動之外 就回到基本的健康的房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飲食上面那個40%的那個 直接就影響到失智的發生 那所以連失智都能夠預防 那當然失智也很有預防 那我們看一下有一張這個圖 我看這張 那所以失能的人 我們同樣的 每個人都一直在睡 我現在70歲也慢慢在衰退 對 但是跟我同年的人 比較的話 那所以有的人到80歲 90歲 他還能夠很活潑 有的人60歲就開始 紅色那一條就掉下去了 那掉到某一個程度 掉到一個門檻以後 他就變成失能 所以這個人的這個功能 可以差20 30年 沒錯 就是你都沒有保養 你60年就掛了 有保養到90歲他還在跑 還在跑馬拉松 還在鐵人三項 90歲比較少 我那個朋友是76歲 還去啊 就都在比馬拉松 我舉一個例子 好伯春 好伯春現在快100歲 他每天在游泳 而且是游冷水的游泳池 那他是從30幾歲 就開始了 當兵的時候就養成那個習慣 所以他就是這樣 就是要讓你保持那個綠色的 就是一直往那個方向 那你都不運動 他就一直很快的就這樣衰退 那這個差距 20年30年都有可能 這個就是最好的說服就是說 你還是要保養 這跟車子一樣嘛 你車子不保養開10年就報銷了 沒錯 有的那20年的車 既然還會很會跑嘛 雖然年紀一直在上升 但是你的狀態 是可以一直持平 而且是緩慢的下降 它沒有辦法避免 摔弱沒有辦法避免 我問他說 他說你80歲 那你怎麼可以長這樣子 怎麼長這樣 一直就長不像80歲 看起來像60來歲 真的是80歲的老先生 他還在工作 那他工作不一定是為他自己 他早上就去掃地 是掃馬路 是公共的 了解 少了兩個鐘頭 然後才去做他的工作 他工作做什麼 就因為我家在那個銅德街 他在整理墓園 但是我一點都沒有看不起他 我覺得就非常尊重他 尊敬他 就是 但賺一點微薄的那個 你知道幫人家整理墓園嗎 對 那跑馬拉松的 這個也是 那有一個跑馬拉松 那個林冠芝 他雖然才76歲 但是他是台灣唯一 唯一50個有得到那個六大馬 全世界 六大馬的 六大馬拉松收集完 而且他是72歲才開始跑 跑五年就把他跑完了 台灣那個年輕人都沒有辦法 都跑不到 對 真的耶 所以其實教授分享 這一些年紀 雖然年齡層在這麼高 但是他們每一個人在對自己負責任的態度上面 是很值得我們欽佩的 而且能夠學習的對象對不對 所以怎麼樣讓自己在身體的健康狀態下面 是可以四層掌握好 掌握你自己在你自己的手中 對 真的 真的 所以他們真的在他們每一天的生活當中 真的就是盡心盡盡力的 他其實也不需要花很多時間 就是說每天像我大概就是走六公里 你自己 對 那六公里大概一個鐘頭或是到一個鐘頭 十五分鐘就可以走完 是 那現在比較冷 對 就比較沒有每天走 了解 是 但是他佔你的生活的時間 其實並不是那麼多 不會很多 對 你如果說抽不出來時間做規律運動 那其實是偷懶 真的 藉口太多了 都是藉口 那飲食上面你怎麼樣去規劃跟注意呢 你的飲食咧 就是以前我還沒生病 以前就是吃羊排吃牛排吃 我沒有特別在限制 但是之後我就開始 還是要注意你的需求 就是說我還是需要蛋白質的東西 那就改魚肉 改這些 優質的蛋白質 對不對 是 那蔬菜水果這是一定要 我覺得說均衡飲食其實是最簡單的概念 沒錯 是 不要挑食 不要說某一種對你好 那你就一直吃那個 了解 所有東西只要是生鮮的都是好的 就要均衡飲食 對 是 所以你自己均衡飲食 那你的作息咧 你幾點睡覺 我現在都很早睡 9點睡覺 9點睡覺 那總是很早起來 是 所以你就是睡眠也充足睡得好嗎 所以因為我有叫什麼前列線回答 是 所以都會淡夜起來上廁所 所以要睡比較長一點 了解 所以飲食的調控好 然後睡眠睡得好 然後保持運動 對 可是如果遇到比如說你一個禮拜都有規律運動 你大概一個禮拜會運動 每天嗎還是 大概三四次一定 三四次 好 所以真的這樣的一個生活 然後沒有不良習慣對不對 不良嗜好 雖然不敢 不喝酒 我年輕的時候有抽院 但是就戒掉了 就戒掉了 那喝酒呢 你們總是要應酬 喝酒不要酗酒 不要過量 喝酒難免 但是酗酒其實或是醉酒其實是不好的 是 就不到好 對身體上面 所以保持這樣的一個生活型態的話 其實我覺得教授70歲不像70歲 所以等到80歲的時候 90歲的時候 你依然會做你喜歡做的事情 我有在規劃 我本來是想 因為跟書店談那個書 那我說我要規劃到80歲 他說你不要傻了 我就先規劃到75歲就好了 先看你目前短期的是不是 對 75到80你再去規劃 是 但事實上你也不必要期望說 你長命百歲 健康長壽比較重要 真的是這樣 健康還比長壽更重要 真的是這樣子 所以運動真的要及早開始對不對 最好就是50歲 就一定要用 這個上一集我們有講過 最主要是女生會有更年期 沒錯 男生的更年期比較晚 大概55歲 不過我還是建議說 50歲就是一個關卡 但是永遠不會 不會嫌晚 現在聽眾可能已經60歲了 對 我有一些跑馬拉松的朋友 是60歲才開始跑 真的 真的 我太太66歲才開始跑馬拉松 才開始跑馬拉松 女生要跑馬拉松也不簡單 對不對 你不要跑到全程 就是跑10公里就好 是 那為什麼 他也是走路 那為什麼要改成馬拉松 因為他覺得是說這樣 運動分量比較 重一點 比較重 那不要傷害到膝蓋 不要傷害到 不要有運動傷害的情況下 跑步當然是比走路好 是 那游泳當然很多人認為是一個很全身的運動 但是游泳有一個問題 他是沒有重力的 所以我們一般的建議是說 不然你就慢跑一些 然後再去游泳 游泳等於當固件 對 因為我們的骨頭 骨質密度 是需要一些負重的運動 要有重力 對 等於刺激它 你有刺激造骨細胞 才會把鈣吸收進去 沒錯 然後去造骨 那你如果很像太空人 對 太空人最後都會骨質疏重 因為太空漫步太久了 都沒有重力 所以游泳是一個好運動 不會受傷 但是要跟慢跑配合這樣 對 做一些你在範圍內 可以很容易 可以接受的 很容易找得到的 不要 比如說爬百月 爬百月那是年輕人的事 因為要準備什麼 那時間也不好配合 但是你在周遭你找得到的這個 運動的方式 那這樣就可以 養成習慣是最重要的 是 參加社團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很好的方式 因為它會變得有一個 有一個約制性 對 那我看 因為我家在北藝旁邊 那它就有很多 這個太極拳 對 它有那個劍 是 還有這個什麼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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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都可以 就是 我不建議說 每個人都去慢跑 慢跑就要看你的能力 看你的狀況 對 那這些靜態的 其實它也在訓認你的肌肉 訓認你的平衡能力 那個練太極前的不太會跌倒 對 因為它馬步蹲得很好 對 它的下盤很穩 它肌肉有夠 對 膝蓋也不太會受傷 沒錯 那所以很多的運動都好 有運動就可以了 總比沒運動來得好 對不對 所以真的 要怎麼樣健康長壽 怎麼樣到年紀大的時候 我們還是有自主性 不用拿著三隻拐杖的那個 或是坐著輪椅 或是要被人家推著 我只能握床 我在上課的時候 才會拿這一張 就是要講 你要 你過了65歲 70歲 80歲 75歲 你要過這樣的生活 還是過那樣的生活 對 同樣在 同樣我80歲 同樣年紀 同樣年紀 對阿你跟他講說 我才不要活到80歲 是坐在輪椅上活嗎 是 躺在床上那更可怕 但萬不得已那沒辦法 就是我們就長照2.0 或是 那我常常跟這些 有錢的人 這些 我的很多朋友 是達官貴人 對 你不要做高官 賺了很多錢 結果你賺到的錢 都是長照2.0的病房費 就台大醫院的特等病房費 真的 那你到底是要幹嘛 你必須要把你的生活 跟你的 應該說事業吧 事業生活家庭要做於平衡 是 所以教授 你的醫療觀念是 當然等到我們真的有一天 年紀整個衰老 器官整個都退化的時候 現在有很多 就是 放棄急救同義書的 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你自己呢 我很早就 簽署了嗎 不是 我很早就寫了一個信給 遺書 對給我兒子 就給兒子的一封信 是 後來康健 他們希望說 寫一個 必然有一天我們說再見 所以我就寫了一個文章 叫做 如果 我沒有辦法醒來 不要 幫我做這些事情 對 不要跟醫師來凝職我 那就包括 包括現在這個我們叫病足法 病人自足 醫療全力法 對 這些 如果真的沒有辦法 沒辦法醒來 就表示說 我已經沒辦法 恢復健康 是 我不希望 不希望說 只為了拖延我的生命 去做那些沒有必要的急救 是 簡單 用簡單的講法 就是說 多拖幾天 不會讓我的生命更多色彩 是 所以我常常 我在演講 其實也常常要講到 就是 善終這一塊 是 真的 就是你生命的圓滿 其實 剛剛講的就是 我們要夢想 要家庭 要有事業 要有錢 但是最後 有一個要圓滿的 就是善終 沒錯 你不要變成 就是 就是 一肆英明 毀在最後這個 怎麼離開 怎麼跟大家說再見 是 善終其實有它一定的定義 就是說 最簡單講就是 不要有折磨 不要有痛苦 對 但是快樂的跟大家說再見 這是很重要的 就是 我的朋友他甚至講說 我臨終你幫他看我 我要你記得我最美麗的 永遠最美麗的 那個時候 對 所以每個人有不同的定義 但是都不喜歡 這 在離開的時候是 是非常哀氣的 哭哭啼啼的 然後 然後就插滿管子 全身變形 這樣子的離開 那是沒有必要的 你上了一台列車 最後總要下車 總要下車 對 那你不要急急忙忙說 到時候行李也沒拿 對 朋友也沒看到 然後就被趕下車 沒錯 你要做好準備 這個不是詛咒 而是一種 真的 一種安排 善終的安排 其實是生命圓滿的一部分 是 今天真的很謝謝教授 我想 活到幾歲 其實無關緊要 更重要的是 你過每一天 都是精彩 有意義的 謝謝你的收看 健康心之助您健康平安 我們下次再會